第一,334集,战 北风也感受到了压力 现在自己能够动用的力量 是全胜时期的七成 要是只对付无能无庸两个人 其中的一个的话 北风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但是两个人配合紧密 浑身的气息看似各自为战 实则则是有着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密联系 北风也动用拳力 一身气血如同火山爆发 庞大的气势水涨船高 北风的左右手各自捏了一个拳印 一刀刀熊皮的手掌 向着无能拍了过去 另一只手上则是手捏鹰形拳 一爪似乎要裂开苍天一般 苍尽的鹰爪上 一股股锋利的气息震荡着 如同超高速震荡的切割器一般 无能只能够伸得一扭 背后的蛟龙 随着无能的动作 而探出了蛟爪 与熊皮手掌碰撞在了一起 双双破碎 而另一边 猎天鹰的爪子 也是如同一把锋利无皮 似是一座山带面前 也要被劈开的琉璃色大剑 对碰在了一起 轰隆隆 一阵阵的爆炸声不断响起 一层层庞大的气郎不断地叠加 一层层地向着远方冲去 众多星天舞者此时 也是不得不后退 光是抵抗这种冲击波 就消耗了小半的能量 等后退得足够远时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无数的泥土如同炮弹飞射 击打在哪里 哪里就出现一个深坑 三人之间越打越快 场中开始出现三个人的残影 一些宗师 也已经捕捉不到三个人的动作了 唯有一些先天舞者 才能够勉强看清楚三个人的动作 砰砰 地面上 一个个十几米大小 深七八米的大坑 不断地出现 一条条充满风锐气息 深不见底的裂痕 延伸出去 几十上百米 轰隆隆 三个人边打边退 一栋古香古色的宅子 被毋庸一剑 劈成了两半 随后 就被一股庞大的手印盖下 整栋宅子 瞬间化为了废墟 痛快 北风仰天长啸 鹰星拳在不断的运营之中 越来越强 环绕在鹰爪上的气流 锋利无比 足以切斤断育 实战之中 才是让武技进步最快的修炼方法 两兄弟真的很强 以自己的实力 居然看看与其打一个平手 在这股巨大的压力之下 鹰星拳正在迅速地蜕变 如果说 之前的鹰星拳是一头雏鹰 那么现在 则是经过了铁与血的蜕变 鹰姬长空 熊皮天下 北风战道发狂 一身的气息越来越强大 北风对于身体的控制越来越强 一头猎天鹰的异象 在北风的背后出现 羽毛根根如同神剑 一双眼睛充满了锋锐 一鹰一熊 出现了刹那的共鸣 一股令人心机的能量 猛然爆发开来 噗 噗 无庸无能 只是在瞬间 就被击破了各自最强的武技 双双吐出了一口鲜血 身体轻弱无误 脚下踩在软绵不绝的荷叶上 连连后退 噗 此时 这股令人心机的力量 完全地爆发出来 如同在池塘之中 扔下了一颗炸弹一般 瞬间爆炸 一股可怕的力量 冲向了四周 无数的荷花荷叶 在这股恐怖的力量之下 寸寸破碎 冲击不过后 池塘之中一片狼藉 一个超过百米宽 深达四五米的深坑 在池塘之中出现了 整片池塘之中 幸存的荷花 寥寥无几 不得不说 你真的很强 但是孔明谷的规矩不能破 接下来 我兄弟俩指出一招 你能接下来 恩怨一笔勾销 无能无庸 擦掉嘴角的血迹 心中对北风充满了钦佩 抱担之下 北风的实力 绝对能够排进前三 但接下来这一招 可是无能和武庸 潜心三十年 创造出来的仪式 合击五计 心意相通之下 能让兄弟两个人的 一身修为 合二为一 北风也不大意 战斗已经过去了 一个多小时 自身的气血损耗也不小 对方两个人 也应该只有最后一击了 人发杀机 天翻地覆 无庸无能 轻飘飘地拍出了一招 看起来没有丝毫的威胁 但北风却是脸色大变 天地仿佛排斥自己一般 一股强大的撕扯力量 瞬间加持在自己的身上 好强的武技 北风震惊了 这股力量 足以威胁到 抱丹神人 轰隆 在围观众人的眼中 这哪里是两道手印呢 分明就是 天塌下来了 地上升了 而北风 则是处于中间 一股更加庞大的力量 猛然地爆发开来 一层如同 圆形护照一般的能量 瞬间向着外界横扫而过 这一道能量罩 足足扩散出去 方圆两百米 而后猛然爆炸 无数的淤泥 被从池塘之中翻了出来 如同几吨的炸药爆炸 方圆两百米 出现了一个大坑 强劲的气浪 让远处围观的众人 一山烈烈作响 悬疑等人 都是紧紧地握着手 老板这么强 一定不会有事的 但悬疑等人的心 却是沉入谷底 爆炸的威力这么强 老板能够挡得住吗 没有想到这个人这么强 加一时 说不定我华国 又会出现一位爆炸神人 但是现在 哎 可惜了 一位先天摇摇摇头 谁能够想到 原本不被众人看好之人 居然这么强大 一敌二 丝毫不落下风 虽然看不惯北风的作风 但是对于北风的实力 于武道精神 却是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从刚才的情况来看 就算是打不过两个人 北风也可以逃走 但北风 却是连闪躲都没有 直接硬碰硬地迎了上去 没有人嘲笑北风啥 相反 各位舞者都在慢心自问 换作是自己 能这样 为对手交战而不顾一切吗 烟尘散去 池塘上空空荡荡的一片 所有的荷花荷叶 在这一击之下 直接破碎 池塘的中心 一个超过两百米的巨坑浮现 大量的池水 向着这坑内灌住 但一时半会儿都装不满 吴能和吴庸发出这一气之后 就历劫了 躺在远处 默默地看向了 空无一人的池塘中 是个好的对手 可惜了 吴能的脸色阴沉 摇了摇头 与吴庸两个人准备离去了 不可能的 你怎么能死 你怎么敢死 玄月喃喃自语着 一股惊人的寒意 猛然在玄月的周身爆发出来 一股股黑色烟雾 缭绕着玄月 一道道黑色的纹路 密布在玄月的脸庞上 形成了一朵黑色的桃花 乌黑的头发 在脑后轻轻地飞舞着 当玄月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 一双如同血月一般的毛子 不夹杂着丝毫的情感 如同神灵高高在上 俯瞰人间 一股无比邪恶的气息 猛然爆发出来 让一群先天舞者 犹如被蝎子钉了一般 立马跳开了远远的 看向了玄月 眼神之中惊异不定 不会吧 刚刚解决了一个疯子 又来了一个大魔头 一群人的嘴角抽搐 看着玄月此时的样子 怎么也不像是一个好人 很不错 居然能够逼我动用权力 抱担之下 无人是你们的对手 一声红亮的声音响起 让所有人都是一愣 双眼 看向了池塘的中心处 是一种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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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